领先6分都赢不了 孙颖莎王楚清再战王毅迪林高远 决胜局这一幕太令人揪心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孙颖莎王楚清和王毅迪林高远之间的比赛 双方都是国拼实力强劲的球员 那么当双方在赛场相遇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首先第一局比赛 开局孙颖莎和王楚清明显没有进入状态 开局就被王毅迪和林高远压着打 王毅迪和林高远以8比1领先 然后孙颖莎和王楚清改变策略 连拿4分将比分缩小差距 而在此时 王毅迪和林高远喊了暂停 进行战术指导 比赛继续 王毅迪和林高远连续拿分 以10比5率先拿到本局比赛的局点 而后孙颖莎和王楚清再追2分 最终 王毅迪和林高远以11比7赢下本局 10比7 还是高质量的拧拉 林高远和王毅迪的进入状态的速度要更快 第二局比赛 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一直站至3平 而后王毅迪和林高远连拿4分将比分拉开差距 虽然此时的孙颖莎和王楚清还在不断追分 但无奈双方比分相差太大 王毅迪和林高远以10比5率先拿到本局比赛的局点 而后孙颖莎和王楚清再追1分 最终 王毅迪和林高远11比6再下一局 我个人觉得林高远的状态要更好 真的是没有太多无畏的失误 11比6 这样的话林高远 王毅迪拿到了大比分2比0的领先 第三局比赛 开局孙颖莎和王楚清以4比1领先 但此时的王毅迪和林高远不慌不忙 将比分追至6平 而后双方再次站至7平 孙颖莎和王楚清开始发力 以10比7率先拿到本局局点 最终 孙颖莎和王楚清以11比7成功颁回一局 第四局比赛 开局双方之间的比分十分胶着 从开始的2比2一直站至4平 而后孙颖莎和王楚清抓住机会连拿4分将比分拉开差距 虽然此时的王毅迪和林高远一直在努力追分 但还是被孙颖莎和王楚清以10比7率先拿到本局比赛的局点 然后王毅迪和林高远再追两个局点 最终孙颖莎和王楚清11比9将大比分追平 最后一局决胜局 开局王毅迪和林高远4比0领先 然后孙颖莎和王楚清连追2分 然后王毅迪和林高远再次连拿4分将比分拉开差距 但此时的孙颖莎和王楚清并没有放弃 他们连续追分 成功将比分追至9平 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孙颖莎和王楚清以10比9率先拿到本局赛点 最终孙颖莎和王楚清以11比9赢下本局 大比分3比2取得胜利 哇 刚刚那个球其实已经把王楚清的孙颖莎逼入到绝境了 想不到啊 还能够上坛 没有结束的一刻 你真的想不到结果如何 好 好